大家好,G20的卖动生产线公开了 那么一天是八天一假 这个量应该是很大的 这个生产量是很大的 已经刷新记录了 G20隐身战役服役后 人民空军装备有了巨大的上升 G20装列装以后战力形成 让中国空军迅速进入隐形战机时代 那么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机 就是量产 是让大家一直很关注的 涡汕15已经全面突破 那么完全可以陆续装备G20 那么能够快速提升G20量产 那么是一个问题 所以四条专用脉动生产线已经开始启动 完全进入量产之后 只需要八天时间就能够造出一架 那美军F22应该是面临最强大敌人 担负这个G20研发生产的 这个航空工业乘飞 最近有消息 量产的这个G20脉动生产线 已经具备量产能力了 脉动量产生产线 接近类似汽车工业流水模式 按照模块化思维将战机总装环节 分阶段布置作业 完成一个工序后 转移到另一个工序 实现零件从一端进入 在中端形成整机产品 并按照设计次序进行流动生产 总装 而G20的生产线 如今已经实现了脉动生产 对于这样一款拥有众多世界 先进技术的战机而言 即便是按照此前最熟悉的生产装配模式 G20的月产量最快也只能有一架 一个月只能有一架 按照传统 当然如今脉动生产线成功应用 G20单机生产时间比以前减少60% 8到10天便能完成一架整机的生产 事实上美国五代战机F35 目前实现的就是这种脉动式生产线 F35产量已经超过500架 F35定型时间是2006年 也就是说实现量产已经过去14年 按照总计14 可以12个月 F35平均月产量是三架左右 大家记住 它一个月只能产三架 显然和G20实现月产三架速度是相符 G20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一个月产三架 它主要是和F35 是它这个生产速度是一样的 当时的生产速度 除了F35之外 F22也是进入服役的第五代战机 定型时间是在2001年 那么经过十年开发建造 美军2011年终止了F22生产线 最终完成的是195架 包括8架试验机和187架标准型 此前困扰空军的发动机问题 现在解决了 性能看 涡扇15已经领先美国的F119 记住 涡扇15领先F119 这些我之间说的 追打美军 是中国G20追打美军的 主要是在性能 你跑不了 F22跑不了 来了就被打 这也意味着 G20装备涡扇15之后 综合作战能力进一步 赶超了F22 在F22生产线 已经不再可能重启 的情况下 那G20的规模上超越F22 只是时间问题 那G20的诞生时间比F22不大 但凭借后发优势呢 F22的地位逐渐被G20取代 现在一哥是G20 参照美俄两个军事强国空军 实际需求呢 中国军队对G20的需求量 应该是要超过F22的和F35 那美军的F22和F35 战机总数目前达到是 500加上187 就是687加 那对于G20来说 想要追上美军 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啊 8天一架的产能 迈动生战线开工 对美军应该是意味着一种灾难 目前来看 中国解放军完全可以 在这个有限时间内 大量的量产 这样